今天我们很荣幸能够与三位 Revel西部的筹备工作人员做一个专访 我叫桂亨 今年是第一负责医药组 就是有什么意外发生就帮忙 看一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啦 是我今年第一次参加 我只知道它是一个基督徒宣传的活动 所以我希望能够带领更多非基督徒来 透过这个宣传活动来信主 今天我们想看到四五的青少年 都能够在同一个地方 占美基拜神 然后我们这一次的Revel西部 我们筹备了很久 也祷告了很久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看见成功的 每个教会都合一 都为着青少年来做服事 然后第二个就是要看见青少年都热爱神 火热的爱神 然后再回归到神的面前 并且都是很热心来服事神 这是我们要看见的 这是我们十五的一个梦想 就是宗教会们都能够在合一 然后一起来敬拜神 一起来赞美神 一起来荣耀神的名字 这次参与的有六间不同的教会 有BM Emanuel BM Fav BM Battelle BM USA Whether the BM Manarata 还有 Medity's Wizzle Church 这个委员会是来平坚不同的教会 我们赶紧去年12月 我们就开始预备筹备计划这个Revel西部 然后正式开始开会是在音乐 有些人负责宣传 有些人负责医药 有些人负责印象 有些人负责交通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 我们希望说这个青少年的委员们 我们可以Revo过后 我们还是继续的成为一体 可以继续的团结合一 我们要一起的来做整个15的青少年施工 然后Revo过后 我们的计划是 我们将会有一个的超中派的 会组成不同的团队 我们去不同的地方去寻交 我希望说今晚会来参加Revo Party的人 是超乎我们所想的 刚刚听过了三个非常棒的分享 他们三个人都有同样的一个梦想 就是希望在室屋这边 这个复兴成为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神 能够在室屋这边大大的动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